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这位网友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是50后 说心里话我真心不愿意 看文革曾经发生的事情 提起文革呢就会为那些 受迫害的人感到伤心 难过为那些残害他人的人 愤恨为那个曾经认为是 光荣正确的党操弄煽动的 一系列荒唐至极的恶劣事件 既愤恨又羞耻 这个视频我也没看只是在此 留个言抱歉 没有看 这位朋友应该是对文革 所带来的这种 灾害他感受非常深 他对他自己可能也有很大的伤害 对 所以他不愿意去 回顾这段历史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才要回顾这段历史 我们才要把一些历史真相 把它厘清住 厘清历史真相最终目的是 为了让我们思考 让我们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避免过去的 一些悲剧的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摘录 有一些听众的理由来跟大家分享 有些我们就忽略了 因为如果你带着 个人的某种特殊的需要 来谩骂的话 我们从来就不用回应 但是这种 很认真的跟我们讨论 某个历史真相 或者某个细节 我说这个细节是这样 你说你看到不一样 我们都非常欢迎 有不同意见非常欢迎 但是如果是用这种谩骂的方式 我觉得那你就 我劝你不要花这么心思 到我们这个节目时间上 对没错 确实 拿这个时间去做一点 别的有意义的事情 好下面这位网友说 他说我们还是更感兴趣 现在请张先生分析一下 中国是否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 中国会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似乎这一代中国人 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到底为我们这国家 为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 带来了什么 如果你对这个有了解的话 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 会不会发生 如果你对这个没有了解的话 今天还有很多人去赞颂文革 觉得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 因为那个时候人人公平 你真是确定那个时候人人公平吗 但是现在的这种宣传 或者是说我们所学到的历史 我们没有学这一段 张先生 现在应该我客观的说 中国大陆是把文革发生的一些 负面东西把它掩盖了 但是你说公开说文革有多好 其实在官方的声音并不多 反而是在民间有些人 现在还说文革的时候 好在哪里呢 那时候很公平 那时候真的很公平 那时候确实大家都很穷 如果是以这一点 作为你公平追求的目标的话 那我觉得你没必要在这个 在这个人世间生活 因为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最基本的人性 是要追求美好的东西 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没有的话 那我不知道你应该 应不应该被算到人类 这个范畴里面去 但是这种人你觉得 是不是就是在当下 其实也有一些带节奏的感觉 还是他真心认为 确实是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经济发达了 而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拉大了 但是这是有人类以来 就一定存在的问题 所以军贫富从 我们知道从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很多哲学家 很多这个草莽英雄 提出要军贫富 提出绝对平等 到现在有哪个社会 实现过绝对的平等呢 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你为什么还要把绝对平等 当成你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呢 没错 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我觉得对于很多历史事件的认知 每个人真的是不太一样 就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理解别人 也有可能别人不理解我们 历史上鼓吹 这个军贫富的人 他掌握权力之后 贫富最不均的 就是他在掌握权力之后 所以这点我想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历史 就是你从历史上看看 人类社会到现在 古今中外 有没有出现一个绝对财富的平等 绝对社会地位上平等 如果没有的话 只说明我们的人性史然 社会的特性史然 这个社会就是有差异的 对 你要在这个差异当中 去追求更美好的东西 这才是一个务实的态度 没错 还是幻想说 我们如果有个文革 我们就可以均贫富 把有钱人都杀掉 把这个财富分给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了 那我想 这就是一种心理变态 对 确实 这是对自己认知的不足 我觉得是对人类 人性认知的不足 好 下面这位是说到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了 他说 好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信仰 才让周恩来坚持下去 随便换一个人 早反了 早叛逃了 等下我们聊聊 周恩来是个什么人 这个张先生之前给我打过预防针 这个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下面这位朋友说 我家亲戚写了 他也写了一个书名号 他还不叫江青的时候 后来呢 老人家又搜集了不少资料 中共不让再版了 可惜老人家过世了 不知道在哪个不孝子孙的手里 为什么我们要讲回忆录呢 其实口述历史 是历史记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回忆录其实也在口述历史 这个整体的范畴里边 我们说了 回忆录当中有些内容未必完全真实 但是我们可以思考 我们可以在讨论 对 所以如果这位听众朋友能找这本书的话 我们真是很希望能够看到 对 真的 我也挺想看到的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历史的东西 能够被更多人知道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好 下面这位是指正张先生的 他说张先生忽视了一个问题 武讯是赵丹衍的 他以前和江青是同居关系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证据 或者是一些可信的史料 证明赵丹跟江青同居过 因为有张很著名的照片叫 六合塔下三对夫妻 其中就是江青跟唐纳 赵丹跟谁我忘了 那个时候江青跟赵丹最起码在法律上 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对夫妻 那你说江青跟赵丹 有没有就通常民间说的 有没有一些 不正当关系 我从来不讲绯闻 除非你有一个很确凿的证据证明 赵丹自己说 我曾经跟江青有过一段感情 就是我们讲黄敬 黄敬跟江青没有结过婚 他是江青的第一个男朋友 但是是同居关系 如此而已 我只能看到这段历史 我讲这段历史 你说赵丹跟江青同居过 我没看到 如果你有史料的话 麻烦你给个连结 或者给个寻找地方 我也很想知道 来看一下 然后这边是说 当时据说江青称周恩来总理为救火队长 这个扭曲的角色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可能不好太单纯的结论说 谁对谁错吧 历史很无情 那我们就讲江青跟周恩来在文革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们来判断他是不是救火队长 是的 这个所以要关注我们这期节目 下面这位网友还说 他说赵丹当然很熟悉江青 六合塔下三对夫妇结婚 这个照片我见过 好 还有一个网友的说 谢谢杨阳和嘉宾 每一期节目都非常精彩 上期节目谈到了 周恩来在文革时期的影响 能否请张先生谈一期 假设毛泽东先死与周恩来 对当时中国直至今天的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结局 以及对当时的邓小平和四人帮的结局 相信张先生的分析一定会非常的精彩 历史不能假设 首先我们说历史不能假设 再有我们在接下来讲到的一些回忆录所描述的事实当中 周恩来不可能晚于毛泽东去世 毛泽东控制了周恩来的健康情况 啊 对啊 这么今天的 这种算是已经算公开的秘密吗 我们过去讲过 现在我们讲在文革的时候 很多中央高层的身边的这个警卫 替他挡死当的是他 一旦中共发生内部政治斗争 逮捕他的也是他 我们就讲过嘛 对 这个无法宪逮捕余力金的时候 因为那个8341部队的这个战士捡错了电话线 把这个徐向前的电话线给捡了 而余力金跟徐向前两个人都是这个四方面军的人 所以余力这个徐向前的秘书马上就把这个徐向前控制起来了 马上把这个保险规的钥匙给捡了 又是保卫你的 又是要抓你的 对 只不过后来发现这个误会之后 这个这个秘书让这个汪东清狠狠地骂了一顿就调走了 所以这个保健医生也是扮演这个角色 包括当时的一些医疗机构也是扮演这个角色 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到 好吧 但是我说第一历史不能假设 第二 周恩来不可能晚于毛泽东去世 天哪 这简直就是太颠覆 这个我之前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 所以好 今天我们是请张先生来讲讲 在这个文革当中 这个周恩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上期的时候我们是讲过江青 那么江青的话 大家可能对江青这个人也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但是对于周恩来本身 我们所称谓的这个周总理 基本上 人民的好总理 对 基本上我们认为周总理就是一个特别值得景仰的人 对 就包括我自己也是觉得他是一个 这个 就是说很不容易 但是却又是能够担国之大任的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在文革当中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张先生 我们在聊周恩来这个人 很多人都会讲他文革当中的表现 他到底是保护了很多在文革当中被冲击的人 还是他本身也参与了对某些人的这个打击呢 比如说贺龙 贺龙跟周恩来的关系匪浅 南昌起义的时候 当时周恩来是领导人之一 而贺龙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是第二次军吧 我记得好像是 我对数字经常会搞错 请大家指证 但是贺龙是军长 他当时整个南昌起义共产党所能够控制的武装力量 贺龙是最强的一股 所以贺龙对中共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有极大帮助的 但是在文革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这个党史当中的史料就是 林彪江青要迫害贺龙 然后周恩来呢 尽了一切努力去保护贺龙 先让贺龙到这个他的这个中南海西华厅住一段时间 然后呢 把贺龙又送到了国务院这个橡皮沟的这个战事指挥所 又保护起来 但是最终还是被林彪的这个这个爪牙给发现了 然后贺龙又受到迫害 有糖尿病呢 故意让他这个滴葡萄糖 然后让贺龙被迫害致死 其实这个历史啊 是一个非常有疑问的这一段 后来这些人的回忆录当中 其实逮捕贺龙的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把贺龙放到西华厅住 就是为了逮捕他 因为贺龙身上是长期带枪的 贺龙的枪就是周恩来亲手绞的 因为贺龙不可能跟周恩来翻脸嘛 所以贺龙交出了枪 而这个所谓的国务院向鼻子沟的 这个暂时指挥所 是不是所说的这个迫害人的地方呢 这个邱辉座在他回忆里面 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 他说贺龙在住过那个房子之后 贺龙因为这个病发 被送到了301医院 然后在林副主席一号令的时候 不是很多这个中央的药员 都疏散的躲起来吗 那么贺龙住过的房子谁住呢 姚文元住 姚文元是中央文革自首可热的人物 如果那个房子用来迫害贺龙的 姚文元会搬进去住吗 就说明那个房子的设备还是相当的好的 所以这段历史就是让我们觉得 周恩来到底是保护贺龙 还是他配合了毛泽东跟林彪 对贺龙问题的处理的政策 把贺龙给控制起来 给关了起来呢 所以就有问题 我们经常会大家争论是周恩来到底是个什么人 我们讲到周恩来到底是个什么人 你是不是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周恩来是怎么样成为中共领导高层的 我们不许讲过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上司 对啊 那你看周恩来的历史 你会发现说党史里面介绍周恩来 出生在浙江 然后到天津南开中学去念书 后来念了南开大学 然后后来到欧洲去进行勤工俭学 在勤工俭学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后来在中国党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 比如说邓小平啊 蔡畅啊 朱德啊 这些都在欧洲 那他们在欧洲干什么呢 周恩来回到国内之后 突然就变成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他的地位相当高 对啊 而且他年轻啊那时候 对啊 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讲一件事 政治部主任就是 在这个黄埔军校整个系统当中 是属于核心的领导层 然后国共翻脸 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 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军队的 这个实际的领导人 那问题又来了 周恩来从欧洲回来之后 为什么会一跃成为这个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呢 就是我们看历史 我们比如说毛泽东 毛泽东本来就是中共一大代表 然后呢 在这个国共翻脸之后 领导了这个秋秋起义 带了队伍上井刚山 然后后来发展成这个红四军 这些领导人的这个 成长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物 都是有个过程 对 但周恩来这个过程 没有 很突然 好 那你就去研究一下 周恩来在欧洲是什么身份呢 周恩来在欧洲创办了一个叫 欧洲少年中国共产党 这个少年中国共产党 跟后来我们所说的 这个一大的 这个共产党 有关系吗 有关系吗 是一回事吗 一大代表里面没有周恩来 今天我要问你 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成立的 21年7月 21年7月1号吧 这是我们大家都 这个非常熟悉的党史 1921年的7月1号成立了 中国共产党 但是周恩来没有在这个 一大代表名单当中 他不在吗 他当然不在 一大代表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 就只有一个毛泽东 我知道李大钊啊 陈独秀啊 这都没了 李大钊陈独秀也没有参加一大 那所以你第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好 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 我们去收集一些史料 你会发现 周恩来是在欧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欧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对 那是什么时候 就好早好早 1920年的8月 哦 那就没多远啊 20年 他比21年中共一大还要早啊 对啊 我以为要到 要更早了 那不是啊 你党史里面说 21年的7月1号是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才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为什么可以在1920年的8月 在欧洲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这里边有个第一个问题我们问 谁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 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建立的 嗯嗯 其实中国共产党创办人有三个 什么创立的嗯 比如说李大钊跟陈东秀两个人吃饱了 在聊天之后 我们就建了个党吧 嗯 不是这样 当时的中国受各种西方思想的影响 当中就有共产主义思想 所以各地有共产主义小组 什么的共产主义小组 拿马克思的资本论 拿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拿来学习一下 哇 突然发现原来人类社会是可以如此美好的 原来会有共产主义社会出现的 然后我们可以人人这个社会地位平等 人人财富平等等等等等 在那个贫穷的中国 这是对知识分子来说 是一种多大的一种吸引 对 共产主义小组并不代表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 嗯 好 在陈独秀跟李大钊他们的这个学术生涯当中 他们遇到了一个人 叫维京斯基 你听这个名字 你要知道是苏联人 苏联人 维京斯基什么人 他是共产国际远东的负责人 共产国际是干什么 共产国际是由这个苏共领导的 一个向全世界输出 共产主义革命的人 嗯 帮助全世界的国家 一些有志于共产主义的人 是成立共产党组织 所以维京斯基 来到中国之后 就遇到了陈独秀 李大钊 张申甫 张申甫来看一下 张申甫 导播切一下 这就是张申甫 这个人完全 这个不在我们的这个历史印象当中 张申甫这个人 在中国的党史里面 他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他们这三个人 商量我们要成立一个 马列主义的政党 这个政党叫什么呢 他们三个 他们在张申甫的回忆当中 他们三个人有过一段 这个犹豫 是叫共产党呢 还是叫社会主义党呢 最后维京斯基拍板 叫中国共产党 这个时候是什么 1920年 在欧洲 没有 在北京 在北京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段历史 但你可能会问说 那为什么后来又变成了 1921年的7月1号 才是中共党成立呢 在这之前 其实已经 这三个人已经决定了成立中国党 并且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 什么叫帮助 共产国际会给经费 一个党活动不可能没有经费 一个政治团体 你活动没有经费的话 那你就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其实这段历史是 这三个人决定成立中共共产党 然后发展了若干党员 张生甫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叫张国陶 张国陶我知道 后来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 后来跟毛泽东 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斗争 后来跑到了国民党那边 国民党退出大陆之后 就跑到了加拿大 所以当时是靠这三个人去拉 我们有个社团 要不要加入一下 还有谁呢 感觉像是 有一群有志的人 在成立一个政治组织 其实这里面还有包括 后来的什么包慧珍 陈公博 因为他们跟汪精卫 跟李大钊都有各种不同的私人关系 就是这三个教授成立了一个党 然后拉自己的学生来加入这个党 张国陶当时就是北大的学生 对 那后来为什么这个1921年的7月1号 变成了中共正式宣布成立的呢 你看这个后来谁掌权你就知道 如果你说1920年的大概2月份 中共赢成立了 那就没有毛泽东什么角色了 对啊 所以必须是1921年的7月1号 因为毛泽东是一大的代表 所以这才能够算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 但是如果我们要客观的看这段历史的话 1921年的7月1号 中共已经成立了 那张先生如果这样说的话 所有的历史 我没有听到一句话 所有的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所以所有的历史 它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所有的历史当中有一些 跟过去发生 真实发生的现实是不一样的 那中共是怎么成立的呢 按照我们证实来说 就是一群有志的人士 看到了旧中国的唯一的正确渠道 就是共产主义 所以我们成立一个共产党 这些人怎么在一起的呢 就是李大钊 陈独秀 张生甫 他们这几个人 成立了中共之后 说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 一起来开个代表大会 每个共产主义小组 派两个到一个代表 然后这些人有自己个人的代表 张国陶 就是张生甫的代表 包惠征 就是陈独秀的代表 所以一大 为什么李大钊跟陈独秀都没有参加 张生甫都没有参加呢 因为这是这三个老大 决定开的会 然后你们去 就未来的党的组织 党的纲领 做一个具体的探讨 但是你现在讲说 一大到底有多少人参加 你会看到很多个数字 比如说12人说 13人说 15人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 就是当时这个共产 当时成立的这个共产党组织 非常松散 比如说何淑恒 何淑恒在中共的正史当中 认为他是一大代表 但是其实他没有开完就走 为什么 据说这帮人认为你年纪太大了 何淑恒那时候40多岁了 这就叫年纪大 对 就把他给排挤掉了 那有些比如说陈公博 他觉得这样争争吵吵 没意思 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就走了 所以这个有多少人参加会议 为什么会有争议呢 最关键的是 通常所说的13人说跟15人说 有两个人不见 这两个人一开始 有人试图把这两个人给掩盖起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是外国人 哦 苏联派来的吗 对 但是你讲到这段历史 你说不是在这个上海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密探跑了进来 然后说带来这个法国巡捕房 因为他开会是法术界嘛 然后大家赶快就撤离 撤离之后呢 就平安度过 然后就跑到这个嘉兴的湖上去 对 去开码 为什么这个所谓的巡捕房的密探 上来之后觉得 这帮人有可疑呢 你要讲清楚这个 一帮中国人在这里吃吃喝喝 在砍大山 那没问题 巡捕房没问题了 就看到这两个人 为什么两个外国人会跟中国人在一起 然后当时这个 这个法国巡捕房的巡捕 还把当中的 其中的两个人认定为日本人 那这就不一样了 日本人 苏联人跟中国人 在我法国的租界上 开一个这个秘密的会议 那这有问题了 所以这是法国巡捕房 为什么要来这个采取行动的原因 这两个外国人是谁呢 就共产国际派来的 这共产国际派来的 后来你看这两个人都死于非命 一个是被这个纳粹德国给逮捕枪毙的 一个是被自己苏联肃反做枪毙的 为什么被枪毙呢 当中有一个人的真实身份是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七处的处长 那你别管这个 他第七处是管什么的 他就是一个职业间谍 那是不是有外国情报机关 在中国扶持了一群热 就是这个有热血的青年 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所以这段讲出来 不能讲 是不是有点 听起来有点不太符合这个主旋律 对 而且就是好像有了不合理性 不合法性 不是不合理 你现在老是说勾结外国势力 这个就有点让人有联想 所以其实在政治上 外国的势力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这是这个在 还平常的事情 对非常平常的事情 美国当初华盛顿建立美国的时候 有没有勾结外国势力 当然有啊 不是法国援助美国的话 美国的独立革命不可能成功啊 好 那我们说就是1921年7月 成立中国共产党 但是在此之前 周恩来早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好 第二个问题是 周恩来既然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后来他们自己又组这个叫少年共产党 周恩来在法国到底做了什么呢 按照我们现在说法 他是在法国勤工俭学 你有没有听说周恩来在法国哪个大学念书 没有 从来没有对不对 没有 没有的话 周恩来有没有在法国哪个工厂 或者农场工作过 也好像没有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出一样的结论 周恩来在法国 在欧洲待了一段时间 他去过法国 去过德国 去过英国 他日子过得不错 但是他又不用工作 对 钱从哪里来 他一直在忙这个党务 钱从哪里来呢 大家不要忘记了 张生甫这个时候也在法国 周恩来比张生甫去法国是要早 张生甫为什么去了法国呢 因为当时北大的校长蔡元培去法国 张生甫是以他秘书的身份去法国的 张生甫在北大的时候 他有个很有意思的身份 他是北大图书馆的馆长 北大图书馆出了一个伟人 记得是谁吗 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是北大图书馆的最基层的管理员 毛泽东在后来他回忆录里面他跟施诺都有讲 他当时我在北大当图书馆的管理员 完全没有印象这一段 毛泽东是在他岳父的介绍之下 就是杨开慧的父亲介绍之下 在北大当了图书馆管理员 毛泽东没上过大学 湖南师范毕业到北大图书馆当一个图书管理员 到他晚年都是满口的湖南腔 所以毛泽东回忆到这一段 你可以在治理行间看出毛泽东的愤愤不平 当时我在北大当一个基层图书管理员 每个月的月薪八块钱 北大教授多少钱呢 三百 所以这种贫富的这种查局 贫富查局好大 但是毛泽东又是一个很聪明 很有上进心的人 他总想跟这些北大教授讨论问题 他说他们都不理我 谁不理他呢 富斯年 所以为什么富斯年后来一定要跑到台湾呢 富斯年说 这个当年这个梁子结的太大了 好 张生甫是北大图书馆的校长 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毛泽东怎么回忆张生甫呢 说张生甫这个人非常严厉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一个年轻人毛泽东 在张生甫这种教授学者面前 当然没有地位啊 那张生甫就让他说 这里做的不对 那里做的不对 这里重做 所以你可以想象毛泽东对 张生甫的这个印象 是肯定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 所以你看张生甫 张生甫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面 第一 中共的真正创始人 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好 张生甫跟周恩来什么关系呢 张生甫是在一次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研讨会上 周恩来跟张生甫两个人第一次见面 两个人都发表了 关于这个共产主义的演讲 所以两个人这个一见如故 惺惺相细 其实两个人的年纪也没差太远 但张生甫已经是一个有学术地位的人了 这个时候周恩来还在 这个去日本留学 还是去欧洲留学之前还在犹豫 周恩来最早是想到日本留学 但是他后来还是决定到了欧洲 所以周恩来是比张生甫要早到欧洲 而张生甫后来在建立了共产党之后 因为蔡元培到欧洲的关系 所以他跟着北国去 然后他就留在了欧洲 张生甫这个时候已经是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并且创办人 所以他在欧洲介绍了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0年的8月 那这里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个问题 张生甫凭什么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你有说他们心心相惜吗 你心心相惜不行 这是个组织手续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个严肃的事情 你加入黑社会还要插三柱箱宣示 对不对 三扣九败了 张生甫不能以个人的身份说 我介绍你加入共产党 张生甫是代表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是谁呢 当然不是1921年7月那个 当然不是那个 苏共 共产国际 就是苏联共产党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误论 张生甫跟共产国际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当然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明白了周恩来张生甫 这个这个邓颖超 这些人为什么在欧洲可以不用工作 可以过得很好 因为有苏共的支持 你现在去翻翻看周恩来当年在这个德国 法国住的地方都不是平民住的地方啊 他们既不用工作也可以住得很好 所以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周恩来张生甫等人当时在欧洲 已经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 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负责人 你这样才能解释 为什么周恩来后来会一跃成为 中国共产党的高层 成为皇甫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他已经是在那个位置 因为张生甫跟共产国际本来就有关系 你回复我们说 中共三个创始人 就是张生甫 李大钊 陈独秀 是在共产国际 维京司机的建议之下 他们建立中共共产党 维京司机给他们带来了经费 这也是我们以后有机会讲到 李大钊为什么会被 这个张学良的父亲 张作霖把他给绞死 过去我们就说 这是镇压共产党 大使官违反了外交的规则 在大使官里面把他给逮捕的 这段历史以后 这么猛 这段历史以后 我们有机会再讲 好 就说张生甫跟共产国际发生联系之后 机缘巧合他到了欧洲 所以他在欧洲跟共产国际的联系 是不是更加紧密 对 因为当时共产国际跟德共 跟德共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其实讲到建立共产党这个事情 犹太人在里面扮演了 极重要的角色 共产国际里面有很多领导人 你现在看他的历史资料都是犹太人 马克思本身也是犹太人 所以周恩来在欧洲这一段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张生甫的回忆录 我们会慢慢看清楚 周恩来如何跃升为中共的核心人物 有这段意思 在欧洲这段之后 张生甫就回到了中国 当时的孙中山已经跟苏联合作了 新三民主义 联俄联共辅助农工 当时的苏联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 因为孙中山一开始 这个在辛亥革命之后 孙中山的国民党就 经常会出现很多很多分裂 经常会出现很多波折 为什么 孙中山没有军队可依靠 他往往是依靠军阀 往往是依靠一些地方的这个武装 乌合之重 所以他经常会被北洋军队打败 孙中山要建立一个 他梦想中的中华民国 首先他要解决问题就是建立军队 所以苏联帮他建立了黄埔军校 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 就从这里起家 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 政治部主任是谁呢 张申甫 所以后来周恩来是接了张申甫 对张申甫当时是黄埔军校的副主任 因为主任长期不到位 所以他其实 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的负责人 但这个时候张申甫跟共产党 已经若即若离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就是在欧洲的时候 有一次这个欧洲少年共产党开会 当中有一个后来共产党历史上有个很重要的人叫张泰磊 就领导了广州起义 后来被在广州起义当中被国民党这个枪杀的 张泰磊和周恩来这帮都是年轻人 所以他们叫少年共产党 他们觉得你这个老东西在打压我们年轻人 所以他们决定把张申甫开除租党 张申甫面对 他就他一个年纪比较大 面对这些毛孩子他没办法 他就被开除租党了 最后他被开除租党这个决定没有被执行 为什么呢 共产国际干预 共产国际说不对 是不是我们又可以看到 共产国际在整个中共发展历史过程当中 他正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的 那所以张申甫为什么回国之后 能够成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 实际成为主任呢 就是他跟共产国际的联系 因为苏联帮助国民党创办了黄埔军校 所以如果共产国际的代表说 这个人应该成为什么位置的话 孙中山一定会接受的 你说他周恩来吧 不是张申甫 张申甫 哦还是张申甫 真正跟共产国际有密切联系的 最早是张申甫 周恩来在这个欧洲的时候 我们从现在看到的史料 我们分析 他应该也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员 但是张申甫先回来 但是我们说了 张申甫对共产党越来越失望 他开始跟共产党若即若离了 所以他在黄埔军校干了很短 干了很短一段时间 就辞职了 不干了 这个位置是共产党的位置 不能给国民党人 张申甫就推荐了周恩来来做这个位置 这是周恩来在他的政治仕途上 第一个重要的位置 所以后来黄埔军校的 这个很多一期到四期的毕业生 包括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像这个后来在 国共产党当中被孚的这些国民党将领 像这个 什么 那个什么杜玉明啊 这些人 他们见到周恩来还是口称主任 老师 学生走了错误的路 还是就用这种身份讲话 因为他有黄埔军校 政治部主任这个角色 张申甫在离开了这个位置之后 他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也是在上海召开的 他就跟 当时很多这个中共内部人 包括周恩来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张申甫是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 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他不认为中共要跟国民党合作 中共是个独立的政党 所以在这点上 张申甫跟当时的 这个四大的这个代表发生了冲突 张申甫一怒之下 我退出中国共产党 正式退出共产党 他说当时周恩来追出会场 劝他还有很多人在劝他 张申甫坚决的不回头 所以关于这一段 张申甫对周恩来就有个评 张申甫坚决的不回头 我们说大丈夫能去能伸 对能去能伸 这才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人士的特点 那周恩来就具备了这个特点 所以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起家 后来国共翻脸之后 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 然后后来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 实际上当时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 当然有什么总书记向中发这些 后来就是从工人当中选出来的 还有什么瞿秋白这些 但是周恩来在当时掌握了军权 当时周恩来是军委书记 周恩来在这个时候 就跟毛泽东发生了一个没有见面的一个交集和冲突 就是我们先讲过的毛泽东带人到了井冈山之后 那井冈山的毛泽东就不愿意受到这个中共中央 在上海的这个中央局的领导 经常他会违背中央局的一些决定 那所以呢中央局就一直想派人去井冈山来约束毛泽东 这个被派去的人叫谁呢 叫陈毅 你了解这段历史啊 你就知道为什么当年文革的时候 毛泽东要整这么多人 赫隆陈毅 这些人都是跟周恩来有很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对这段历史是念念不忘的 那后来井冈山的这个红军到了江西 没多久呢 周恩来也到了江西 周恩来到江西的结果 就是剥夺了毛泽东一切军事指挥权 这周恩来干的 好 那再有个问题 我们可以讲到周恩来这个人的特点 就是周恩来为什么在上海领导的这个中共的中央局 会跑到了这个江西呢 被迫的 因为周恩来在上海干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名字叫 顾顺章灭门案 顾顺章是也是当时中共特科的领导人 顾顺章据说在苏联受过特工训练 什么会化妆啊 衣容啊 顾顺章受这个中共中央的委托呢 送张国焘到这个 到这个四川的根据地 送完之后呢 他在武汉吃饱了没事上去表演魔术 就被一个中共党内的叛徒给发现了 就把他举报了 举报之后呢 顾顺章马上就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说 他说你不要向上报 我被你们抓了 我有重要的这个中共的情报 我全部交当面将交给这个蒋介石 要叛变 他已经决定叛变了 但是当时总统在这个武汉的负责人叫蔡孟坚 蔡孟坚觉得你就一个一个土共 你还要去蒋介石面前在讲 那我的功劳在哪里 所以蔡孟坚当时就给这个总统的负责人 宣征发电报 我们抓住了顾顺章 他说要把所有机密供出来 问题是这个 徐恩征身边呢 埋伏了众多的共产党人 包括后来中共的这个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李克农 还有什么这个所谓的龙坛三节 这三个人都在这个 徐恩征身边 然后第一个破译电报的就李克农 李克农一看 出事了 因为顾顺章是掌握了 所有中共在上海中央机构的人的名单 他们的住的这个地址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赶快通知周恩来他们撤 周恩来他们撤出了 他们原来住的地方 所以顾顺章后来 被这个蔡孟坚用船送到上海之后 他一听说 他已经发过电报了 顾顺章知道完了 所以后来顾顺章带了人去这个 中共的各个重要机关抓人 基本上没有抓到人 但是周恩来这个时候没有离开上海 周恩来要对顾顺章报复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顾顺章灭门案 简单的说呢 周恩来跟康生 康生也是中共的情报机关的创办人 带着这个所谓的红队 红队就是专门负责在中共当时 在那个环境下除奸的 到了顾顺章的家里面 把顾顺章的一家九口人 加上当时在顾顺章家打牌的一些路过的人 就是来串门的人 通通用这个麻绳给勒死了 全傻了 有两个小孩也没傻 这两个小孩就是顾顺章的女儿 还有顾顺章的一个侄子 这两个小孩后来送主 顾顺章的女儿一直到 中共建立政权后还在 这个整个过程啊 如果我们看到一些描述 这段历史的一些细节 当中有一个人叫施利 施是斯大林的 是这个姓比较少 对 利是古利的利 这个施利啊 是个跟周恩来有特别关系的人 施利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师长 1927年国共翻脸的时候呢 周恩来曾经被国民党抓住了 按道理说 那就死路一条了 这个施利就救了周恩来 通过他哥哥的关系 救了周恩来 所以周恩来一进顾顺章的家 施利当时是什么 来打麻将的 所以晚上会打麻将 千万要小禁 不要去错门了 施利是来打麻将的 还有一些人是来串门的 那红队一进来 就把这个整个宅子给包围起来 当时周恩来就负责 跟顾顺章的 这个当时的这个妻子就去谈话 据说顾顺章这个妻子说 反正我不管 我嫁鸡谁鸡 嫁狗谁狗 顾顺章就是我丈夫 那周恩来就死个眼射 所以红队就会把顾顺章的 这个从他 妻子开始用戏麻将把勒势 然后一个个就把顾顺章的 家人用戏麻将勒势 据说周恩来出来之后呢 看见施利也被勒死了 那他就问康生 说为什么 他们就是路过打麻将 你也要把他勒死 康生说他认识你啊 他看到了你的脸啊 所以你从这个故事 也可以看到 康生这个人是心狠手辣 做事是要么不做 要么做绝 这也是你记得我们讲过 康生临死之前 用担架抬着到周恩来 两个人谈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两个在这个中共产党 这个从建立到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 他们两个配合的 合作的事情太多了 太想知道他们讲什么了 恐怕永远没有人会知道了 据说相关的中央党案馆的 一些文字资料 都已经全部被烧毁了 就是还是有记载的 那有一些比如会议纪要啊 有一些决定的这个 这个来往的电报啊 有关不想让大家知道的 已经据说 我只能说据说 已经全部烧掉了 谁烧的呢 邓颖超烧的 但是现在 我们过去曾经可以看到的 一些人的一些回路 现在已经完全找不到了 当时如果你没有留下 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 现在你已经找不到任何证据了 我只能说据说 所以当时周恩来 在这个顾顺章家里边 把顾顺章家 顾顺章家的一家 就亲人一家九口 全部勒死了 那你觉得周恩来 在这个事情上 他的性格是什么 他也是很那个什么样 很狠的 也心狠手辣 对啊 后来据说这个 有一个人叫杨洪生 这个人呢 是当时红队的一个队员 也是特科底下的一个负责人 杨洪生这个人呢 后来在这个 到了中央书区 长征的时候 被国民党抓了 他又投靠了国民党 当了国民党的这个 一个普通的一个职员吧 后来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呢 他一直试图 说我过去也有功劳啊 我被迫参加国民党之后 我也没做什么 也没做什么恶啊 当时在上海 从事这个共产党的特工工作 还有什么潘汉年啊 这些人 他一直找这些人 试图让自己有个 一个好的待遇吧 潘汉年没有理他 后来在这个打倒四人帮 当中改革开放之后 这个人被当地政府 还是给了他一些 应有的一些待遇 所以当时 这中组部有个人去调查 这个杨洪生的情况 他有一个 调查过程当中 一个访问 杨洪生说 当时在这个顾顺章家 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 说周恩来从来不抽烟 就找这个身边的人 要了一支烟 然后讲一句话说 现在是迫不得已 但是呢 历史会怎么看待我们呢 所以周恩来这个人 是不是你过去的印象 是一个非常和善 非常善良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你看 顾顺章灭门案 如果你说顾顺章是个叛徒 你可以找顾顺章去 对 人有头战有主 来处罚他 中国人讲祸不及妻女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把他一家灭门呢 这个本身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被破坏是没有任何补救的一个功能的嘛 那后来在接下来的发生 发生了这个灭门案之后呢 红队有个人也被国民党抓住了 然后这个人呢就把这个事情全部招供出来 然后带着当时的国民党的政府 到这个租界好几个地方 我看到最大的数字是挖出了39具尸体 他们那时候就租一个房子 把人带进去勒死之后 就在房子的这个庭院中挖个坑 就把人埋进去 然后退出就走了 接下来谁租这个房子的人都不知道 直到当时国民党的这个特务机关 带着这个人去一个一个点的指认 我看到最多的一个数字是挖出了39具尸体 所以红队当时在上海这种红色恐怖 是令到很多中共的叛徒胆战心惊的 关于这个当年红队在上海所谓制裁的叛徒 也跟中共的很多高级领导人 有很多密切的关系 这个以后我们是另外一个话题 好因为这样周恩来就到了这个中央输区 后来呢变成了中央输区的 在江西中央输区的司机负责人 周恩来在中央输区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除了跟毛泽东发生了很多矛盾 后来导致了整个江西中央输区的 被国民党的占领 然后长征之外 在邱惠作的回忆录里边 有一个非常这个令人感到震惊的一个细节 邱惠作啊吴法宪啊李作鹏啊这些人呢 都是在都是江西人 他们都是在十五六岁就参加了这个红军 邱惠作也一样 邱惠作参加红军之前呢 念过一点诗俗 有点文化 所以邱惠作参加红军之后啊 在继承联队里边很短一段时间 就被抽调到红军学校去 去这个念书 嗯 这在当时是非常稍有的机会 邱惠作最终 被放到哪里呢 放到一个学后勤管理的这样一个专业 去进行一个短期的培训 培训完出来之后呢 他就在这个当时的 红军的后勤部门工作 邱惠作的人很聪明 又有很会解决 有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这种人往往是最受欢迎的 任何一个领导都喜欢自己的部下 有能力解决问题 邱惠作呢 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很突出 他就慢慢就变成了 当时管后勤的中共的领导人 叫这个叶继壮 叶继壮也是当时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人 那邱惠作当然觉得很得意啊 对不对 我这么年轻才不到20岁 就受到了这个中共红军高层的重视 有一天那叶继壮跟邱惠作说 他说你跟我走 我们去见州副主席 有一个特殊的任务 要你去执行 而邱惠作也不知道什么事啊 很紧张 因为当时的江西中央书 去发生了打AB团事件 很多人莫名其妙的 就被说AB团拉去枪毙 邱惠作说 他所经历的 就看到这些被指控为AB团的人 是怎么被处决的呢 用子弹打浪费 浪费子弹 子弹要拿来打仗用的 用刀砍 砍多了刀会炖 还要磨刀 用石头砸死 亲眼所见 这些AB团被捆绑起来 然后嘴上勒一个树枝 让你叫不了 然后推到一个地方 就用石头砸死 所以邱惠作对这个反AB团很恐慌 那突然叶继壮说 带他去见这个周恩来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他很紧张 他进门 他第一次见周恩来 周恩来很和善 就问了他的情况 小秋啊 这个哪里人啊 我们问完之后 周恩来说 好 你现在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 我们准备撤出江西了 就那个时候长征已经准备了 长征前夕 但是很多这个 一些设备啊 包括兵工厂啊 仓库啊 我们带不走 你负责去把他给全部给破坏了 销毁了 不能留给国民党 然后要去哪里 哪里 邱惠作不到20岁 就接受了一个这样一个任务 邱惠作接受这个任务啊 他又掌握了非常大量机密 第一 红军准备离开江西了 第二 有多少人要走 第三 有带走多少装备 有多少装备不带走 那就会说 那是少年担大任 少年得志 然后他就负责执行周恩来给他的 这个布置的任务 他说当时 政治保卫局一个班跟着他 他说我很清楚 这个班 保卫我 但是一旦路上出了差错 他们也会第一个打死我 所以你看这种文化 在那个时候就是 你就生活在这种恐惧当中 这红军准备这个人很有能力 他过去就用他的办法 就迅速把问题解决了 完成任务就回到 这个瑞金 建周恩来 说我如此这般做完了 周恩来听说 你这真了不起啊 第一工作做得很好 红军准备的汇报呢 很清晰 有个提纲 简单 恶药 又清楚 周恩来说 有前途 他说我们就还跟 红军准备讲了一通 我们要培养年轻的工农干部 就是农民嘛 就是好高兴 拿出一本笔记本 请周恩来帮他提示 周恩来提示说 诚实勤奋 好像大概是这样 很开心 前途无量 但是周恩来说 回到他的工作地方 就发现不对了 当时中央保卫局的特派员 一天到晚就盯着他 邱惠座去哪 他去哪 邱惠座上厕所 他也跟着 邱惠座说奇怪了 我不是很受信任吗 然后有一天傍晚 突然就冲进了 政治保卫局的一些士兵 当时江西的中央 政治保卫局的士兵 穿的衣服跟一般红军一样 但是领章不一样 红军不有红领章吗 政治保卫局就是绿领章 突然从军就捆起来了 那种捆法就是 我们所说的五花大绑 知道什么叫五花大绑 就是犯人要临行之前的绑法 把手背在后面那种 对 勒着脖子背在后面 你说大喊冤枉 那人根本就不理他 这里面邱惠座的回忆录里面 出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张岩 龚长张 两个火这个盐 我翻遍了中共党史 收遍了一切资料库 找不到这个人 张岩是什么呢 张岩当时是 这个政治保卫局里面 执行局局长 专门杀人的是吗 专门杀人的 张岩带人来 枪毙邱惠座 为什么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好 你听我讲下去 邱惠座喊冤枉也没用 张岩就说 叶气壮呢 因为杀邱惠座要跟叶气壮打个招呼 叶气壮不在 那邱惠座想死定了 于是就把邱惠座绑去 准备把它 我不知道用石头砸死 还是用刀砍用枪打 不知道 邱惠座命大 不然的话就不会有 就不会有现在 就不会有林彪的 这个四个市场 路上 邱惠座 周恩来 邓发 叶气壮 三个人骑着马 了解中共党史人也知道 邓发这个人在中共党史当中若隐若现 我都没听过这个人 邓发 经过苏联培训的 这个职业特务 政治保卫局的局长 他说 周恩来一看 邱惠座被绑在那里 准备去处死 周恩来就愣了 就盯了邓发 邱惠座的回路这样描述 邓发对周恩来挤了几眼睛 意思就是说 按惯例办呢 什么叫按惯例办 后来邱惠座知道 因为邱惠座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怎么样来保证 邱惠座的秘密 不会被别人知道呢 死人呢 杀掉他是最好的办法 我看到这一段 我觉得真是太震撼了 那就是所有帮他们做事的人 都会有这样的命运 是不是很恐怖 是啊 我以为我受到了重用 对 我以为我已经是 这个团体里面重要的一员 对 然后 有一个人的一个想法 你就可以从此消失掉 并且这个恐怖的地方是 邓发对周恩来挤起眼睛说 按惯例啊 在邱惠座之前有多少冤魂 对 在邱惠座之后还有没有 肯定有 一定有 但是很多人就会说 干特工的 干情报的 邱惠座不是干特工的 他只是后勤部门 一个掌握了数字的 一个普通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干部 如此而已 所以当时叶记座就 就跳起来了 因为你杀我的人 你要跟我说一声啊 还有你凭什么杀他呀 对呀 周恩来想想就说 你这样 邱惠座你先压回去 然后我们 几个在商量 然后 一段时间之后呢 叶记座就来找邱惠座 说周恩来见你 周恩来见邱惠座 什么都没讲 说今天的事情 你不能对任何人讲 你现在回去 跟叶记座继续工作 相当于就放过 所以邱惠座这个人 终其一生 他对周恩来是非常感激的 他说他在一生人当中 他无数次跟周恩来 跟叶记座讲过 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后来邱惠座 这个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到陕北之后 邱惠座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这个扮演了 很重要的角色 之前我们讲过了 毛泽东的担架队 就是邱惠座派人 去排毛泽东 走这个长征路 在这个长征路当中 好像毛泽东 这种高级领导人 像周恩来 他们都是在担架上 走过长征路的 这也是很多 这个党史当中 绝对不讲的 你看这个油画 毛泽东就煮个棍子 在过草地 大部分时间他们在担架 这个也很正常 作为一个军队的领导人 你要保证他的健康 才能指挥军队 这个也说到过去 到了这个陕北州 邱惠座已经官至 当时中国红军 总后勤部的 粮食局局长 因为这个关系 当时粮食很重要 因为红军到了这个陕北州 连饭都吃不饱 所以邱惠座这个角色很重要 因此他跟周恩来经常在一起工作 有谁呢 周恩来 李克农 邓发 邱惠座 他们经常在一个房间里面工作 他说 这个当时李克农就讲到这个 这个江西杀人这个事情 李克农就问邓发 他说 你们当时为什么杀邱惠座 周恩来说 根正苗红 年轻 有才能 只不过是掌握了一些数字 你为什么要杀他 这个邓发就没有办法回答 然后周恩来说 这是王明路线的错误 王明已经在 当时已经在苏联了 他因为王明路线的错误 错杀了很多人 我们一定要记录这个教训 后来在 中共在延安的后期 开这个七大的时候 七大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这代表在会上 又讲到这个事情 周恩来说 当时整个会场哭声一片 他说当时因为这个 这种所谓的极左思想 政治宝贵局杀了多少人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了一些东西 不是 比如说突然有人指控你是脱派 这个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斗争当中 很多很多这个罪名 你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什么叫脱派呢 就托罗斯基派 托罗斯基是斯大林的 在这个苏联的死对头 AB团 他说当时因为被指控为脱派 所以他说 就有个人站出来讲 他说没有说谁 一个连长 上午去跟这个国民党打仗 腿打断 下午回来是脱派 拿担架抬到刑场去枪毙 他这种残酷的这个例子 他当时这个整个会场上哭声一片 大家要追究邓发 毛泽东出来说 过去那段历史 过去了 过去了 以后我们革命成功之后 这些人我们都会真认为烈士 但是大家不要追究邓发 因为邓发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策 并不是邓发本人 当后来邓发也没有好下场 在抗战胜利 就没亲过这个人 抗战胜利之后 有个人叫叶挺知道吗 知道 叶挺不是被国民党放出来了吗 放出来之后 从重庆坐飞机回延安 不是黑茶山撞击 整个飞机的人全部都死了吗 当时就重要人物有叶挺 有这个博谷 就青帮县 还有邓发 所以邓发在中共的历史上 是一个若隐若现的人 所以你看我们从邱惠座的回忆录当中 我们看到周恩来当时在中央书区 邱惠座这一类人被枪毙 周恩来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是知道的 只不过是邱惠座这个人特别 后来周恩来告诉这个邱惠座 他说当时没有杀你 是因为业绩状坚决不同意 他的上司不同意 对啊 然后周恩来又正好对这个邱惠座的人 印象还不错 又保了下来 如果不是呢 如果他没碰到呢 他不就死了 对啊 如果这个邱惠座之前跟周恩来 没有这些打交道呢 那周恩来可能更不认识这个人 你就说好 先押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回头说 自行 那周恩来就 没有后面 一缕冤魂就吸去了 所以你看这个中共党史这个这些过程当中 这些历史事件呢 我们看这些历史事件是让我们去解读一下 周恩来是在什么环境下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 你必须要了解这些过程 你才会对他文革当中他的所作所为 有一个判断 他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简单的说就是 他在加入中共之后 在这种党内的残酷斗争过程当中 他必须保存自己 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 他能够决策的时候 他会保护一些人 比如邱惠作 但是前提是 你不能伤及他自己的政治前途 对 首先要保存自己 如果一旦伤及他的政治前途的话 邱惠作未必有这个下场 贺龙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那所以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些 那我们就不用再去详细讲 周恩来在文革当中 哪些事情是真的 哪些事情是假的 我们就大概知道 他的个性 为什么会给今天的人看周恩来 有这么多的这个争议 或者周恩来的形象 在大家的心目当中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冲突 他确实在文革当中 有没有保护到一些人 有 但是他在文革当中 有没有配合江青 去来 打击一些人 有 不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对啊 因为当周恩来在某些事情上 他的利益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周恩来当然就 会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对不对 你说 我们过去要争论一个话题 是打击敌人保护自己 还是保护自己才能打击敌人 这是一个哲学上的矛盾 那周恩来他本人在毛泽东面前 他根本就有好多好多个身份 毛泽东的前领导人 对 曾经迫害过毛泽东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 加入党的时间比毛泽东还长 又跟朱德 中国共产党的元帅之一 中国叫什么 红军之父 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周恩来是在法国秦宫检 学校认识朱德 然后他跟张申福两个人介绍朱德入党 那你跟朱德 跟红军之父有一种关系 军权 是不是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种威胁 你跟贺龙更加密切 因为是你介绍贺龙入党 然后是在你的股东之下 贺龙在1927年8月1号 跟你一起发动南昌起义 那你保护贺龙 是不是要保护自己的军事实力 所以这是为什么周恩来开始 想保护贺龙 到后来他配合毛泽东 江青的最终的决策 用这种软的方法 把贺龙最终给关押起来 那是不是就可以解释了 这种性格 就造成了今天大家很多 看不懂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说周恩来是个什么人 我们先从他在中共的历史开始讲 今天好像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像还没有讲完 对那文革当中 根据这个邱惠座 黄永胜 他们的回忆当中 有什么片段值得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 那我们要下期节目再跟大家讲 在文革当中 这些人是怎么回忆周恩来的 好的 是的 今天这个张先生跟我们讲了一下 这个周恩来的 这个前面的一些 这个他的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梳理 可能会让大家也更了解这段历史 或者了解这个人 对 因为其实有些东西 像刚才张先生讲到的这种残暴啊 或者是说一些这种处理的手段啊 就是我们现在是很难以去理解的 但是可能也有一些观众会认为 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 可能你就必须这样做 每个人的道德价值不一样 就是这样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只是讲历史 来了解这段历史 了解这段历史里面的人 我们并没有站在一个 什么角度去批评 或者去颂扬 对 那我们也可以讨论 那这段历史你怎么看 这个人当时的所作所为 你怎么看 而这段历史给后来的 中国大革命 又有什么相关联的东西 我们可以讨论 对 一定是有的 因为人的性格就是 确实也是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所以呢 今天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完 那么等下一期节目呢 我们会请张先生 继续从这些回忆录当中 跟大家再仔细的说一说 周恩来这个人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 可能也是想更深入的了解 今天谢谢张先生 谢谢 也谢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 可以给我们留言 给我们探讨一些 你们的看法和观点 我们也会 这个时不时的摘录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 感谢收看今天的红墙秘识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